創作國殤之柱的丹麥雕塑家高智活順利入境 並在9月27日到港大檢查國殤之柱 與學生會、支聯會及校方商討維修事宜 對於兩道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 高智活認為 當然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是香港的一部分 你必須自由決定誰進去 阿納在港大的國殤之柱 是紀念六四事件 處身多個身軀面容扭曲的人 象徵著被軍方血腥鎮壓的死難者 國殤之柱在1997年遷入港大 永久擺放在黃黑徑平台 2008年因為響應高智活發起的橙色運動 由支聯會及港大學生會游成橙色 上年校方因為國殤之柱的結構問題 為了保障途人的安全 所以在四周鋪設石春 對於這個安排 高智活表示 他又認為國殤之柱受到太多的保護 當校園電視記者問到高智活對於和平佔中行動的看法 他對事情並不了解 經過記者解釋之後 他表示 我沒有支持民族 但我支持 做些事情 為保障自己的權利在香港 當中國在香港有了一個信息 當中國在香港有了一個信息 你現在有了一個共同 但你現在有了兩種系統 我認為中國在香港有了 要去保障自己的權利在香港 在香港 在香港 我認為 我认为香港人必须拒绝了一段时间